你们头给了你多少钱 什么意思啊 你骗得让安娜骗不了我 那篇连宰小说 是你写的吗 你别胡说 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从你说完这句话以后 我确定的 小说的最新一期 有你把我叫去帮你抓苍蜀的那一段 那段描写和现实里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你把故事 安插在了男女主人公的身上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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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不想说点什么 我没什么好说的 还有其他的很多情结 也只有在安娜身边的人 еле息的出来 怎么不说话 你怎么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说什么呀 你是没脸说的 可呀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可以拿朋友的不幸 来换取利益 你们头套就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做出这种 背信弃义的事情 你真是太可怕了 明里一把祸 暗里一把刀 安娜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能对她下手 你别说了 我说错了吗 你想我说什么 夸你文笔好 写得真感人 还是夸你伪装得太棒了 你知不知道安娜就像个傻子一样 被你玩得团团转 你说够了吗 我没说够 不想再提你说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开口安娜 闭口安娜 安娜是你什么人 你跟陆安娜什么关系啊 我是她朋友 朋友 你们又把我当朋友吗 林志军没死这么大一件事情 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这叫朋友 安娜不想说自然有她的理由 作为朋友 我们不能违背她的理由 又是朋友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这种鬼话说出来 连多多都不会相信的 你对卢安娜那点心思 我早就看出来了 只可惜天上掉下个林志军 破坏了你一切的幻想 老天爷现在又让林志军 得了绝症 你是不是觉得 你看到了春天 希望又来了吗 我没说错吧 别忘我身上出现在说的是你 你为了利益 为了钱 连良心都出卖 我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岂止良心 你不喜欢钱吗 是 我是喜欢钱 可我不会为了钱什么事都做 可我不会为了钱什么事都做 你做得还少吗 你整天围着安娜转 瞻前马后了 如果她妈不是你老板 你为什么这样对她 天下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 我宁可你是这种人 我面对卢安娜的时候 火眼睛心什么都看得清楚 面对我的时候 你就像一个瞎子 是真的瞎了 还是假装看不见啊 哥雅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是不是就需要用钱 我好得很 我没有富豪的妈 也没有教授的板 但是我从小靠自己 在这个城市打拼 虽然到今天 我还要在卢安娜的同情之下 才有一个容身之地 但是我只想让我的家人 过上好日子 我有什么错 我不偷不抢 靠自己的辛苦挣钱 这有什么错 莲泽小说就是我写的 怎么样吧 拜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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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呀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 可以拿朋友的不幸来换取 你们头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 真是太可怕了 我真是太可怕了 我真是太可怕了 是 我是喜欢钱 可我不会为了钱什么事都做 你做的还少吗 你整天围着安娜转 瞻前马后了 如果她妈不是你老板 你为什么这样对她 我妈不是不开心力都是我 我真的需要我的样子 我才能够回答 我感觉到你的心里 我感觉到我心里有你带你了